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大家好 我是另一位营养师 在营养师的工作 食物上面有12年的工作经验 专长的话是运动营养 以及饮食养生保健 在现在我们30岁开始呢 其实身体就会慢慢出现一些老化的警讯 那如何去抗老化、吃出抗脑力呢 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哦 其实我们现在啊 在30岁开始 我们的肌肉的力量 然后还有肌力的经验衰退的问题 那合成的速度呢 已经没有像我们分解的速度来的快 所以我们肌肉量有慢慢减少 也有比较高的肌小症的风险 那对此呢 一般来说可能你会在我们平时啊 走路的时候速度好像是变比较慢 另外呢像体重路啊 就会觉得特别容易手痠然后提不动 另外爬漏梯啊也会爬的比较慢 所以呢如果我们在面对这部分的困扰上面 建议大家饮食上 我们可以选择像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 那脂肪含量较低的海鲜类为主 另外呢像是白胺酸的食物 像耳肉啊或者是说豆包都是蛮合适的东西哦 那如果说是乳清蛋白以及乳饮品的话 也可以补充到好的蛋白质 这些食物对我们的肌肉的保护以及健康的话 非常有帮助哦 海鲜的话呢我会建议选择一些低脂的 像是虾仁啊还有牡蜜这些 它的蛋白质丰富然后脂肪含量较少 另外呢像白胺酸啊它其实是蛋白质当中的一个氨基酸片段 这个氨基酸片段呢它是对我们肌肉合成生长非常有帮助哦 那食物的选择上面呢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两样东西 鱼山鹅肉以及豆包啊这两个东西 都是在白胺酸的含量是算食物当中蛮高的哦 对我们肌肉合成生长非常有帮助哦 今天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常常有时候寄东西会忘东忘西 或者是专注力不集中 甚至晚上也会睡得不太好 这些啊其实都是我们该开始保护我们的脑部的健康了哦 因为我们的脑啊在25岁的时候已经发育了成熟 它的大小以及功能已经非常完整了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能透过一些生活习惯啊 饮食啊跟一些行为作息去帮我们维护我们脑部的功能 那我们在饮食上面啊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护脑的食物 好像是比如说像是花青素然后还有软凝脂这些成分 那一些损到我的食物啊像油炸物还有甜食 这些呢建议大家尽量的减少食用哦 才可以维持我们的脑部的健康 那脑部的相关营养食物啊像花青素的话 像莓果类的食物还有紫色 蔬果类紫色的食物像茄子啊 蓝莓啊这些都含有比较高的花青素 另外呢像软凝脂的话 软凝脂它里面像大豆软凝脂以及青鱼 这两个成分呢它里面的软凝脂都相当的功夫哦 那这部分啊其实我们的眼睛有时候 如果你有出现一些干眼症啊还有飞蚊症 甚至在看远距离的时候会有出现一些障碍的状态 那这些呢其实你就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我们的眼球在6岁的时候就已经发育完成了 那之后呢就常常会接触到一些光源的刺激 而导致我们的眼睛的视神经的一些衰退 尤其在我们40岁之后啊就应该更加的勤加的保养 那食物上面选择呢我会建议摄取好的油脂 以及维生素A维生素C以及维生素E 这些食物还有花青素 那这些食物呢的食物来源像是 亚麻仁油还有奇异果跟蓝莓这些食物 那多摄取的话呢对我们眼睛都有非常有帮助喔 那我们的年龄啊其实大概20岁开始之后 肌肤的状况就会慢慢的降下来 那针对这部分呢我们的30岁就要开始积极的做保养 那在饮食上面呢建议大家不能吃的食物 这个非常重要喔 像是一些油炸物甜食啊 尽量的减少避免摄取 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肌肤有更好的状态 另外呢如果要保养肌肤的话 建议可以吃一些含豐富的维生素C的水果 像是巴勒还有奇异果 另外还有补充中足的水分 这样子可以帮助你的肌肤比较透亮水嫩 再来呢像是一些含腥以及维生素E的食物 坚果啊然后还有小麦配芽这些食物呢 都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屏胀更加的完整 这些食物啊大家平时呢可以多多摄取 如果呢平时有在饮食皮肤保养的人 再加上饮食的摄取 那会让你的皮肤的状态更加的理想喔 没有错喔其实我相信这个问题困扰非常非常多人 为什么30岁之后啊随便吃什么都容易胖 这个呢就呼应我们刚刚第一题有提到的 就是我们的肌肉量的减少衰退有关 那肌肉量呢其实跟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非常有关系 肌肉量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会比较高 那热量需求就比较多 但是呢当我们30岁过后啊我们基础代谢率 会因为肌肉量减少而慢慢地地减 这时候你同样在吃跟你年轻时候吃的食物的分量一样 你呢就会有过度热量摄取的问题 那解决这件事情的方式啊并不是少吃而已喔 另外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增加你的肌肉量 所以呢在饮食上面的选择啊 建议可以吃摄取好的蛋白质 豆腐鱼肉鸡蛋这些食物 另外呢还有减少肌肉的发炎反应的一些食物喔 像是负含维生素C以及负含维生素D的东西 那补充C跟D的话呢这些食物像是新鲜的蔬菜水果 甜椒啊然后还有刚刚讲的奇果之类的食物都含有维生素C 那维生素D的话像是鲑鱼还有黑木耳 里面含着维生素D都蛮丰富的 而这些食物呢对我们的肌肉的抗发炎非常有巴蜀 肌肉呢一旦没有发炎的反应就比较不会肌肉分解 我们的肌肉量呢就可以维持住那我们的身体的基础代谢率就会比较高 相对你在吃同样食物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再度的发胖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喔 除了说饮食需出以外我们每天的运动也相当的需要重视喔 如果我们可以加上一些负重运动重量训练的话 这样子可以刺激我们的肌肉的合成生长 以上呢就提供大家的简单的参考 正在抗老的各位朋友我们大家 对于饮食营养相关想要了解更多的人呢 可以参考我的新书《逆琳饮食》里头呢 从我们的器官的老化退化轴程 让我们慢慢的去介绍到饮食该如何去调养 那当中呢有介绍了98道的外食及自主烹调的食物的料理喔 希望呢大家可以一起健康吃抗老化 我们下期再见